明确接展场地之后 赵伯云的尸骨被工作人员合力抬出 用塑料薄膜包好 暂时放入黄岩博物馆准备好的巨型冰柜当中 以零上5摄氏度的恒温存放 静待中国丝绸博物馆天眼实验室调试完毕 正式启用的那一天 自此赵伯云木发掘工作告一段落 随着丝绸博物馆专家的离开 一场紧张的时间之战也暂时落下帷幕 与此同时 如何对清理出来的几十件不适进行妥善保存 成为接下来的重要课题 这些脆弱的丝织物本身还是潮湿的 它们需要脱水 又不能很快脱水 唯一的途径就是缓慢阴干 其实是就是不可能是很快的脱水 如果是很快的脱水的话 就是丝绸的这个蛋白质就会锻炼 衣服也就会碎掉 所以就是我们在应急处理的时候 其实都是尽可能的让它跟出土的那种保水状态 就是保持稳定不发生变化 然后是这个漆气是很难保存的 那就是这不可能马上有条件进行脱水处理的时候 是只能是让它尽可能接近出土的那种原貌 针对如此大量的丝织物进行阴干 自然需要一处闭光开放通风的较大空间 黄岩博物馆副馆长赵安如带领另一个工作小组 一刻不停地将这些半干的服饰 全部平铺在特制的起居之上 在尚未启用的地下车库 拉起警戒线 成为这批珍贵丝织物的最妥善安置地点 而另一批尚未来得及进行清洗处理的服饰 由于上面的杂质并未清除 是绝不能出现脱水现象的 所以赵安如和他的团队 必须采用另一种应急方式来保存这些服饰了 其实有一点保鲜膜的作用 还是浸泡在水里面 然后是进行应急处理 但是这个水的话 因为它有机制在里面 尸体身上会有很多的有机制出来 就沾染在衣服上 然后我们每天给它换清水 保证它一个是处在保水状态 第二个就是慢慢地把它的有机杂质给去掉 从5月6日开始 赵安如和他的团队 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地下室 为那些脆弱的丝织物 小心地换水 这是一份需要付出极大耐心的工作 他们甚至要注意到 换水时如何减小水流 对这些脆弱织物的冲击力 尽管如此 在第三周的一个清晨 当赵安如走进地下室 查看另一些正在阴干的植物时 他一直在担心的危机还是出现了 晾干的衣服的话 就是如果是材质是裸的 在三个礼拜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美斑 然后我们当时因为是 觉得这批衣服非常珍贵 然后出现美斑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很着急的 不知道怎么处理 赵安如马上打电话 给丝绸博物馆的修复专家周扬 告知他这个严重的问题 当时是周扬那边会告诉我们 就是拿那个75%的酒精 蘸着这个棉花 就轻轻地压着衣服表面 就只能是压一点一点地 把那个美斑给压掉 这个时候是小面积的出现 但是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 其实是蛮多衣服 是大面积的处理这个衣服了 然后我们就是 这个工作量就非常大 高科技天眼实验室 助力赵博云墓葬接展工作 两件宋代华服 经验G20峰会 请收看探索发现 下期播出的 黄炎宋木发掘记 第三集 宋服之冠 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 赵安如等人 每天为这些沉睡在地下室中的 私之物换水 消毒 去煤斑 仿佛细心地照顾自己的孩子 无比脆弱的织物 在八百多年幽暗的地下 被关内的地下水 各种杂物 木炭等侵蚀 当他们第一次裸露在阳光下 看起来还是乌黑一团 面目全非 但在赵安如这样的文物工作者眼里 他们是等待涅槃的悬鸟 是不可估量的珍宝 其实就 他清出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黑颜色的衣服 一点都看不出纹样的 但是一天一天 就是水慢慢地干了之后 就是到一个礼拜之后 它的纹样就显露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现 这衣服真的是漂亮 太漂亮了 我们真的都觉得 哎呦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衣服 那个时候觉得 哎呦 这个衣服真的 就那个时候是 其实都在地下室 那个时候没有到斯波馆去 然后我们就是拍了这个照片 然后就跟周杨说 这件衣服发文已经出来了 非常非常美的这个莲花文 一个月之后 黄岩博物馆地下车库内的 部分私之物 已经逐渐阴干 恢复本色 并慢慢展露出 令人惊叹的精美文样 与此同时 在三百多千米之外的杭州 中国第一个 专门用于室内考古作业的高科技实验室 正在丝绸博物馆的技术中心 进入最后的安装调试阶段 它被众多专家寄予厚望 无论是在影像精度 还是实时数据的完整性上 都实现了大幅度的提升 它被命名为天眼实验室 冷藏于冰柜中的赵伯云的尸体 以及它身上华美的胡适 很快将重见天日 再次踏上旅途 前往位于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 体验前所未有的高科技接展实验